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裕之路 我是富裕老師 先祝各位聖誕節快樂 今天是聖誕節 所以外資今天放假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大盤成交量2392億 那中場是收漲8.21億 外資休假去了 所以大家一定會想說 那休假了 那現在盤有得好玩嗎 當然有 各位 你要注意 很多時候其實今天的盤非常的精彩 尤其今天開盤 你有沒有發現AI股 就是如同富裕老師講的 資金都回來了對不對 資金都回來AI 那在盤中的時候 今天其實盤 大家在盤中的時候不斷的 一直在討論來 長榮行 長榮行今天怎麼是大黑棒 各位還記得 在上禮拜四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不是跟你講 我說這邊連續大漲上來 我是叫你不要追 對不對我說超過20% 連續急漲超過20% 千萬不要輕易的追 到禮拜五你有沒有發現 沒在跟你講 沒有在講航運 為什麼 因為我要會員出掉 因為我跟你講不要追我們要賣了 對不對你看在禮拜五 還有多少老師在節目或是說那種連線 現場節目講的口莫橫飛 跟你講說紅海的危機 紅海只指阿拉伯半島 不是我們二三一季紅海 紅海的危機在阿拉伯半島跟非洲大陸之間 那非常重要的一個航運的一個路線 那因為被恐怖組織 然後去鎖定 對然後說接下來航假 你在週六週日的時候 都會看到說報價急漲 對不對今天看到新聞 還有說漲十倍 這麼好 各位你想想看這麼好 那為什麼包括陽明 各位也是跌停板 尤其陽明更慘 今天收跌 我說這個短線的急漲 是不是你該要先做獲利了結 對不對 很多的股票 很多的族群 就算它是主流股 就算它有大行情 我們都該分段操作對不對 好大家很多人說 航運的景氣都回來了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 各位今天 像陽明一根跌停板 就嚇到你 完全不知道該再如何操作 尤其在這時候 還一直鼓吹會員去追高的人 追在這邊的 各位該怎麼辦 所以為什麼我會提醒你 我們為什麼說布林短波段 對不對 我們布林短波段 我們最重要的特色是什麼 操作的平均週期 約10個交易日 待進一定要待出 對不對 這是傅老師的堅持 我們就以10個交易日 對不對 平均10個交易日 各位你不要數說 10個交易日後 一定要買一定要賣 各位不是 平均起來 絕對當然 絕對不是10個月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布局久一點 像我以長榮行來講 長榮行之前 我們在這邊做買進的時候 各位我們是在這邊做買進 在這邊做買進 到前一天 各位在上禮拜五 足足是27個交易日 那這時候你一定會說 福老師你不是說平均10個交易日 那超過10個當然 很多股票超過10個 光他在這邊做盤整 對有時候他會做盤整 盤整的時候 這邊就已經是超過17個交易日 等到突破布林開始往上走 這邊大約10個交易日 那有時候稍微等一下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接下來只要看到有契機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再繼續的 流向這種股票 所以我才說平均 平均10個交易日 當然不是10個月 我不會像很多老師一樣 叫了股票之後 就死報活報 貸進不貸出 丟在那邊完全不管會員 對不對 我知道很多人是這樣 但是富裕老師不一樣 我們貸進一定貸出 對不對 平均10個交易日 所以你看 再好的股票 像航運股 就算他景氣回來了 那你是不是也是應該分段操作呢 短線的急漲 那你是不是先該賣呢 好 上禮拜 我沒有先跟各位說預告說該賣 那我今天我跟你講 來我們看 我們抽抽作 我今天跟各位分享 來 今天就是今天喔 2353宏基 目前成交49.7元 那時候是9.20分的時候 我們節目怎麼講呢 市價獲利賣出 各位很簡單啊 為什麼要賣 快漲停了耶 富裕老師你不多擺一下嗎 為什麼要賣 我相信今天像我這麼大膽 敢在節目上講 說我們先做獲利的 我相信很少 為什麼 因為很多老師還想演 還想表演嘛 宏基接下來搞不好還會有行情嘛 我們先來看一下宏基 在這一段 我說這邊開始突破布林 開始往上走囉 好 開始往上走 你看從這邊要123456789 9個交易日 突破布林之後 各位 已經9個交易日了 而且有沒有漲超過20%了 有喔 所以富裕老師就說 我們覺得有時候 因為我們在這邊 是在這邊做佈局的 各位我特別提醒 我們是在這邊 宅口這邊做佈局 好佈局之後這段期間 各位我們先佈局一段期間 像這邊也差不多有10個交易日 再過來也差不多10個交易日 那這個操作的這個週期 我覺得也差不多到了 而且獲利的目標 我也差不多 我們說20%到30% 以我們布林短波段來講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一個 我們的目標點 所以到了我就先講了 我們今天先把它做互了解 為什麼 因為怕有拉回來的風險 而且資金抽出來 我們可不可以再找像這樣子 剛突破布林開始要往上走的股票呢 當然可以嘛對不對 各位 你說有沒有道理 當然有啊 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要這樣操作 我們操作股票 要死報活報嗎 各位漲上來不賣 繼續往下跌 而且通常突破布林之後 我有沒有教過各位 通常要往下找的支撐點是什麼 月線 你看從這邊到這邊 那當然有可能先急跌到 月線的附近尋求支撐 或者在這邊盤整尋求月線的往上拉 不管是空間還是時間 這就是你必須要冒風險對不對 所以急漲20% 或是連續三根藏紅棒 對不對 三日之後不藏紅 當它突破布林之後 已經過了三天之後 你不要再隨便去追 很長的藏紅棒了 各位 要特別記得富士老師 一直不斷的跟各位做一個叮嚀 因為為什麼 因為拉回來震盪的風險 或是盤整的壓力 都非常非常的大 你不需要去扛這樣子的風險 你不需要去扛這樣子的風險的損失 跟著我們一樣對不對 布林短波段 該做一段獲利好結很好啊 那當然你又想說 老師賣了紅機 接下來說你會有更高 紅機漲到100塊 你在那邊賣掉怎麼辦 沒關係啊 我們重要的是方法嘛 我們不是股票 很多老師沒有方法 他重點就是 他看到一檔股票 他不斷的去跟你講說他的題材 他希望他飆 對 然後希望你記得說紅機 就想到他 那富士老師不是喔 我最主要是喔 我希望你看到 布林短波段的時候想到我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重要的是方法 紅機接下來再繼續高 我也是很樂觀其成喔 我也希望現在有紅機的人 能繼續賺大錢 但是假如他拉回來 拉回來再做整理 那我們再做買進就好了 我們可以分段做操作啊 像滑通我在這邊提醒你的時候 各位你有發現在這邊盤整 對 對沒錯 雖然也沒什麼跌嘛對不對 你說好像還是盤整在這邊 可是將近一個多月時間 我們可不可以把資金拿去做更有效的利用 對不對 有時候我們做盤整 那老師你一定會說 老師 那你剛才說紅機在這邊盤的時候 你也是稍微抱一下 沒錯啊 但是你看喔 他是跌下來在底部盤整 有些時候漲上去的時候 盤整的壓力對你來說會比較大 對不對 你看因為他如果整理失敗 他是在往下修正的 要等到他成功 各位 什麼叫等到他成功 什麼時候他會整理結束 有沒有看到這個布林的上緣 開始這邊叫什麼 抗龍遊回對不對 從往上升到開始往下拉 往下拉之後整理開始出現窄口 然後開始黃金交叉 再突破的時候就會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滑通對不對 之前也是我的代表作啊 那接下來就等他突破布林 那你需要在這個時間等 或是承受 各位 承受疊加的一個風險或壓力嗎 不需要嘛 夫妻老師跟你講 現在我們最好操作是什麼 底部勤長嘛 最好是跌了一大段下來 對不對 有修正 跌了一大段並且盤整 這樣籌碼比較穩定 而且你的風險冒得也比較小 很多股票先避開對不對 漲多了我們先做獲利了結 獲利了結資金撤出來繼續 去布局一些 我覺得在底部的股票啊 我們來看一下對不對 像這樣偽創 偽創好不好 答案很好啊 修正下來這麼一大段 我不是每天每天叫你買偽創喔 記得喔 你看喔 夫妻老師的操作 我們是平均10天喔 不是平均10個月喔 對不對 平均10天我覺得現在有機會了 對不對 來在這邊 窄口黃金交叉 這是我一直提醒各位的 窄口黃金交叉 我認為接下來就是很容易在短期 就突破不靈 突破不靈 來跟著我念突破不靈 往上走 對不對 很簡單啊 對 真的很簡單 但是為什麼這樣子流利的一個操作 你卻在其他老師看不到 就是心魔啊 因為他想喔 就是喔 漲上來的時候一直不斷的演給你看 對不對 我說喔 有買有賣才是真實戰 但是很多老師只是分析 看好 分享 說過 反正今天哪一檔股票漲起來 強勢了 他就開始講那檔股票 但是他不跟你講買賣啊 所以紅基今天相信我 只有我在節目會先跟你講說 我們先賣啦 因為我們賣掉沒關係 資金轉進其他股票 反正我方法對了就是對了 來 注意 看一下偽創 對不對 那我就說我們在這邊 也曾經買過一次 拉上來我覺得會陷入盤整 所以我們先賣掉 再度在這邊可以再做進場 買進的動作 各位 你講有沒有道理 分段做操作 是不是就這麼漂亮 是不是就這麼帥 各位 我說的有沒有道理嘛 很多的東西 就算它是好公司 好股票 你也可以分段做操作啊 上禮拜週五的時候 我跟你講一檔股票 來 文業喔 那在10月底的時候 我們在117.5 市價買進 買滿兩成資金 好 無檔反正福利老師就是五檔股票 每檔股票就是兩成資金 你交我會員 每個等級就是如此 好 在這邊做買進 我說你看 文業開始飆漲上去 那時候也是非常非常的熱門 連續大漲 福利老師同樣在11月8號的節目 各位在YT你都可以自己去看 我在節目喔 很公開的 很大膽的跟你講 153元市價獲利賣出 一樣 那時候很多人喔 也在跟你講說文業有多棒 有多好 來 在這邊各位153元幾乎是賣在最高點喔 掌聲上來達到我們要的獲利 我們並不貪心 短波斷做操作 來 結果後來你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跌下來 並不是這家公司不好啦 因為後來出現這個新聞嘛 大連大處分文業的持股 對不對 它讓自己的獲利增加 但是原本它跟文業合作關係喔 兩邊並不是一定那麼愉快 但是大連大就反正喔 趁現在文業的股票 現在掌聲上來 它把它賣掉 那文業好不好 好啊 當然好啊 對不對 你看喔 各位你要注意一下 賣掉股票 你會去看籌碼面 大連大的公司基本上就在這一根 KK棒 全部轉給外資了 所以接下來後續為什麼會再跌下來 我在之前是不是跟各位講 來我們來增加一個視窗啊 我說近期喔 受到投信的干擾對不對 投信的干擾 那在這邊這樣盤整 好 你有沒有發現今天是什麼 117 今天收盤加117 我們那時候買來 117.5 10月底的時候買到117.5 那我們先大賺一段對不對 大賺一段 好 117.5 怎麼又回來了 各位 怎麼又回來了 你不賣掉是不是爆上去又爆下來 你跟很多老師是不是 常常都感覺為什麼 老師都要爆上去爆下來 文業好不好 很好 我一直跟各位講 真的很好 它明年喔 在合併完之後 可能會變全球第四大 它現在差大連大的它的業績 差2000億 明年會縮小到200億 它會有一個擴大的一個綜合的效應 很可能明年會超越大連大 它可能會變台灣第一大 但是你看這麼好的公司 你說好不好 當然好啊 如果不好 各位 假如它不好 注意看一下 禮拜五的新聞 你看翔碩跟郁太 都同步增加大連大的持股 對不對 你看翔碩 翔碩也是好公司 華碩集團 取得大連大1.77萬張 你看頭心一直在那邊瘋狂的賣 每天賣幾千張幾千張 文業賣成這樣 全部被接走 那你說好不好 當然好啊 不然人家幹嘛要投資那麼多 要投資那麼多 問題是 我們操作股票不是因為公司好 就要永遠抱著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分階段做操作 漲上去賣掉 下來在這附近再接回來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問題是什麼 要方法 你懂不懂的方法 你能不能那麼流利的操作對不對 我就說靈活 靈活很重要 有買 有賣對不對 你也看到 很多這樣子集結一下 各位你別小看這一段 從150跌到上去快100 跌掉了1 3 我常常說多投市場 如果一個好公司的股價修正了1 3 這時候你就要特別去注意了 但是問題在於 你在上面的時候你會先賣掉 為什麼不賣掉 對不對 因為沒有方法 因為你無法判斷是不是已經到一個 獲利短線的獲利滿足點 當然大家也是 我還是要再提醒 我們有時候佈局做操作 還是有需要時間稍微再等一下 但是平均操作週期10個交易日 對不對 平均 服務員有時候絕對不會給你拖到什麼 10個月 記得這句話 待進一定待出 這是我覺得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多股票有機會就繼續留著 沒機會就算停損一些 而且我們也是要做賣出的動作 靈活做操作 這是我的最大原則 而現在 各位 現在已經是年底了 我發現很多股票接下來都很有氣息點 現在跌下來 在底部 很多接下來就是我看到 即將在一個起漲的部位 重點在於我們先把 像洪基 有獲利了 先了結了 把資金轉接來 你想不想這樣的操作 想要的話 記得廣告中馬上行動 就是兩折 除了本檔 機會不再 刷刷線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陳東同庫 楊老師 秉持成功三藥義 簡易紀律高效率 獨創短鋪斷獲利法 帶您買在起漲點 賣在轉折點 讓您掌握投資 成功的方向 實現財富自由的夢想 富裕專線 02 2752 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師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歡迎回到現場 明年是金融年 生沒幾天 今年就要結束了 所以不要再盯著兔子的屁股 重點是接受 接受一個 明年就是一個非常好一年 我之前常常講 龍打滾翻上天 對不對 龍抬頭接下來就有行情 鴻基對不對 各位在這邊是不是 龍打滾翻上天 抬頭之後突破布林 開始往上走 有沒有 好 你看 我們今天也跟你講 之前跟你說來 我們在這邊做布局 宅口 布局 突破可以布局 連續這樣子 大概差不多 將近20個交易日 20個交易日 來 我今天也跟你講 對不對 我說我們今天要把鴻基 全部做獲利了結 賣出的動作 資金可以轉進啊 很多股票我認為現在非常棒 跌下來 各位我最喜歡現在就是跌下來 修正過一大段 然後盤整 對不對 各位你看盤整這麼多的時間 那時候你有沒有發現七七點 沒有 那沒關係 你那時候沒發現到 接下來還會有別的股票 對不對 我說資金可以抽出來 那我們再來看一檔 來你說像宏達電 哇 今天長商引線 大量長商引線 很多的人就會跟你這樣講 長商引線叫做墓碑線 對不對 或是就是被像雷打到一樣 但是我講 各位 如果是剛突破布林 這時候長商引線其實叫做仙人直路 尤其帶了大量長商引線剛突破 非常棒 而且我們來看一下 拉遠一點給你看 它是不是大跌下來做一個修正 修正開始 各位距離底部近 距離高點遠 剛突破布林 你看它這邊基本上 都是被布林線一直壓死 現在開始做突破 像這樣子的股票值不值得你布局 當然可以啊 而且你看它是不是AI股 師傅 我跟你講說接下來主流族群 是啊 雪紅阿姨禮拜五是不是跟你開示 接下來很多的像它這種VR 窗戴裝置 都是AI族群 很好啊 有題材啊 超級棒 對不對 像這樣的股票 各位 跌下來更好 對不對 我們不需要很多股票一定要去追在高點 修正下來 周遺多頭市場 修正超過30%以上 對不對 你看這就是夢幻數字 跌下來30% 從100塊跌到66.6% 33.3% 漲回去 從66.6%漲回去100% 就是50%啊 我們掌握這樣子啊 都是黃金比例 非常棒啊 很多股票都是如此啊 重點在於什麼 要用布林短波段 一段一段的操作 對不對 每個波段操作 各位平均 我還是再次強調 你不要加入富裕老師的會員之後 說老師 買進了之後 10個交易日 你就要給我馬上噴出去喔 不是喔 平均操作週期 有些你要稍微等一下 待進一定待出 重點不是獲利我們才賣掉 就算是賠錢 只要沒有機會 我們都一定會走 我們要做資金最有效的循環利用 對不對 各位 我講了有沒有道理 不要跟其他老師一樣 抱10個月 富裕老師10天跟你講 我們平均操作週期10個交易日 我們就好好做嘛 對不對 你看像之前跟你講宏達電 壓下來是不是還有機會點 有啊 那這時候你為什麼不掌握 各位今天又再度 串著波段的新高 以這邊開始來講 我知道很多人 宏達電以前受傷很重 各位 忘掉它 因為每次都是重新再來 每一檔股票每個時期都是不一樣 當它從底部開始翻轉 對不對 每檔股票都不一樣 很多股票 來 12月12號的時候 我們買進郁泰對不對 413.5 上禮拜五漲停 那你今天看到利多 那當然很多人會跟你講 它也是聯發科的AI族群 我有發現 今天連線很多人開始在分析 來 聯發科今天創新高 相關族群都會受惠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問題在於什麼 各位我們還是要分段做操作 就算這麼棒的股票對不對 你看好像玉泰 今天又再度創新高 我們從這邊做買進 但是你看我們買完 不一定立刻漲 有時候做盤整 再往上 但是問題是什麼 短波段做操作就好 達到我們獲利滿足點 我們一樣會做賣出的動作 資金從樣重複了對不對 你看開始突破不凌 開始往上走 那重點在於什麼 當你資金抽出來 你可以做更有效的利用 而目前搶先布局 因為剩下沒幾天 接下來之後過年就是金融年了 接下來會有新的 各位現在正在底部的新的 各位全新的標的 我已經發現到了 重點在什麼 你要高檔先把股票獲利了結 接下來跟著我一起做這些底部 現在已經有跌升做一個盤底 然後接下來我認為要突破不凌 開始往上走的這些股票 我認為都很有機會 搶先布局金融年最新的股票 廣告中我們有週年慶 各位可以去參考一下 本投股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